國會改革法案的爭議六號是燒進了憲法法庭 民進黨申請釋憲的四憲政機關 與代表立法院出庭的國民黨 民眾黨立委在法庭上 就國會改革法案是否違憲 激變了六個小時 代表總統出庭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 他說要求總統去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應該是修憲不是修法 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昨天感嘆 終於明白了裁判 求證 旁證 都是我的人 你怎麼跟我鬥 聽莫 審判長預知三個月內會宣誓 判決必要的時候會延長兩個月 來 看到美國的焦點 民主黨總統候選賀錦麗 在六號是公佈了她的競選搭檔 是六十歲的迷尼蘇達州州長華茲 那華茲跟賀錦麗的互補性是蠻強的 她懂得庶民的語言 有助於拉攏一些農村白人選民 鞏固美國中西部關鍵州 籃牆票員 另外來看到奧運的要檢怡雲 現在成為了中美角力的新戰場嗎 中國反禁藥機構反興奮劑中心 在六號發表了關於巴黎奧運 美國田徑短跑選手耐頓 類固成陽性聲明 這聲明就指出了美國反禁藥組織 USADA 一方面是極力為本國的運動員開脫 但是在面對中國游泳運動員 禁藥污染事件卻是雙重標準 甚至殖民越界管轄 敦促USADA要停止以所謂的法律手段 搞威脅施壓和濫屍長臂管轄